我們是DFC第六組 我們的主題是回收二手塑膠袋 我們的主人有王傳序神話吳云震 並共介紹 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一個主題 近年來有許多報導都是和塑膠袋有關 塑膠袋沒辦法在大自然中分解 成為環境中殺傷力不小的殺手 危害自然生態 所以我們想要減少 用一次就丟棄的塑膠袋 我們在網路上找到了一個和我們信念相同的網站 我們的信念就是減少一次新的塑膠袋使用量 極高二手塑膠袋使用率 我們的執行方式 我們會先請學校的同學把家裡不要但沒有破什麼塑膠袋帶來學校 然後我們會再用紫光真消毒 然後會再找執行商家 然後我們執行的步驟是先執行一個月的時間然後看成功 如果成功好的話我們會繼續做 如果沒有人拿我們的二手塑膠袋 我們會詢問他們二手塑膠袋有什麼意義 店家合作 執行店家 我們原定去全聯的南亞店 那後來因為碰到他們過年的活動 而兩邊就無法配合 所以我們就更改成全聯主北店 我們當時有去全聯的南亞店進行談合作 但是結果其實我們發現我們有更多要顧慮 還有要考慮的地方 上次可能會有人一次就拿很多的塑膠袋 反而造成的環境更加的浪費 這次跟全聯談合作 跟全聯合作 因為碰到他們過年的活動 所以使得兩邊無法互相配合 就使得後來沒辦法合作 但最後我們又更改到了全聯主北店進行這次的計劃 而在做這個計劃的途中 我們也有詢問路人是否有意願使用我們的塑膠袋 而這次我們也訪問了很多人 三個人的答案都不太一樣 我們來聽一個錄音檔 請問路人是否需要已經消毒過的二手塑膠袋 正好需要 是裡面的都可以消嗎 對 它有分大一根小 我們有做分類 好 那我拿一個充的 正好可以裝我的東西 對 你們怎麼會在這邊做這個活動 因為我們想要提供環保 然後 我們有 留在學校 已經跟大家 叫他們 在全聯合的二手塑膠袋 然後我們已經留在學校做膠袋 好 好 這個活動還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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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這些照片 是我們當時在做這次計畫 學校 所拍下的照片 反思與整理 我們預期DLC成功率與可能造成的結果 有90% 75% 45% 和10% 覺得90%的人說 大家仲拿取並使用我們的二手塑膠袋 覺得75%的人說 沒拿取但沒有造成浪費 因為他們使用自己的塑膠袋 覺得45%的人說 拿取卻沒有使用造成浪費 覺得10%的人說 大眾擔心疫情與衛生的問題 而不敢使用 多數人在這個活動的想法 最多的是擔心疫情與衛生 中間的話 就是有更多需要考量的地方 和保持有戒心但願意拿取 比較少的人覺得有意義 因疫情升溫與衛生問題 其實大眾還是不太敢拿取我們所提供的塑膠袋 因此我們也提供了多數我們需要檢討與改進的地方 檢討後改進的地方 第一個是為什麼這次的拿取醫院那麼低 因為大眾關心疫情與衛生問題 檢討二如果是因為衛生問題要如何使大眾安心 就可以在進行消毒時可拍下照片 並提供使大眾更安心使用 心得 每次在討論時 我們總是在為我們的計畫找更好的出路 也造就了我們今日的成果 但在這些時間 我們 我得到的不只是這個計畫 最後的成果 也有我們之間的團隊合作 從這個活動中我體會了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儘管在過程中遭遇了許多困難 在過程中也有吵架但也一定會很好 我們一起找到了問題的解決方法 在經過了這些風風雨雨 最珍貴的其實不是結果 而是我們努力的過程還有團隊合作的精神 我在這次DLC裡學到要做好萬全的準備 和一定所有可能發生的事 再去執行這樣才不會容易出錯 雖然在這次過程中遇到許多問題 許多挫折 但最後都順利的找到解決方法了 你覺得我們計畫會不會成功呢 謝謝大家 幹嘛